字在人生大學堂 葉文輝 字在人生大學堂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和收聽這個節目 你們好 我是啤梨葉文輝 至於今集同樣有這位嘉賓出現和我們聊聊天 就是精神科專科醫生莊敬儀醫生 Hello Hello 碧梨 你好 你好 因為有莊醫生可以和大家認識精神健康 每一集都有不同的題目 今天的題目是說抑鬱症與躁鬱症 這兩個字 這兩個症狀的名字都經常聽 是否抑鬱症 真是躁鬱症 其實抑鬱症和躁鬱症都是兩個比較常見的情緒病 抑鬱症和躁鬱的名字好像差不多 但其實他們的症狀病的表現都很不同 還有有些人說你是抑鬱症 又或者你這麼醜是否是躁鬱症 有些人說是躁鬱症 躁鬱和躁鬱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都好像很混亂的樣子 但不要緊的 總之我們知道都是屬於情緒病的一種 因為要仔細分的話 都真的要去到醫生那裏 專科醫生那裏才能分得到 是 我們這一集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去到 簡單了解一下 繼續我們生活化這樣談一下 令到無論是在看這個節目 或者是在聽這個節目 你們無論是對自己或者身邊的人 都有所了解 譬如說剛才講到抑鬱症 其實一般的抑鬱症是怎樣的呢 一般的抑鬱症 我們都可以參考一些的診斷準則 通常如果一個人就是有兩個星期或以上的抑鬱症狀 包括可能是那個情緒是持續的低落的 以及持續對一些以往有興趣的事物變成沒有興趣 以及失去那個生活的動力 另外也有些身體的症狀 比如說睡不好 失眠 有自殺念頭 充滿負面的想法 譬如說人生沒有意義 不想做人等等 這些症狀如果真的持續是兩個星期或以上 我們都有機會是懷疑是有抑鬱症的了 哇 這樣都很普遍 好像很容易 即是不難要發生這件事 其實是不是不難 好像不難 你兩個星期不開心都已經有少許症狀了 是不是 但是要持續 你想一下 還有大部份時間都是要抑鬱 另外就要加上一些身體的症狀 譬如說持續兩個星期大部份時間都是會失眠 失眠兩個星期 其實我沒有觸碰 對 難一點 其實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定這個兩星期的原則呢 其實當中在科學界都有很多討論 為什麼定這個兩個星期的原則呢 對我臨床的經驗來說呢 我覺得這個兩個星期都挺合理的 因為一般人如果有些壓力事件 譬如說我失戀 通常你頭一個禮拜都會馬上找朋友聊天 和朋友聊天 吃飯餐好 就是說人人也有一些不同的方法來去幫自己舒緩的那個壓力 但是如果持續兩個星期 通常都找了一些方法 都不成功了 都幫不了那個情緒 還有呢 會持續到那個情緒會越來越低的 情緒的低落可能會令到一個人覺得自己人生沒有意義 立即否定了整個人 做什麼都沒有心機 甚至如果嚴重的話 可能有一些幻聽幻覺的都還沒頂 所以我們就認為不需要等太久了 其實如果兩個星期真的持續這麼嚴重的情緒 和影響了身體的狀況的話 都值得去找醫生去再評估一下 我想問一般的抑鬱症 剛才所說的那些 在現今的社會 是否都算那個百分比 在這個精神科裏面來說是算多的呢 因為比較經常聽到這個字 是啊 其實我們精神科的病人裏面 其實大部份都是有情緒病的 反而不是說之前提過的那些什麼幻聽幻覺 精神忽裂 反而那些是佔少數的 反而是情緒病是佔大多數的 這個抑鬱症就是情緒病來的 因為是一個關於你那個人的情緒 情緒的調節 是的 其實情緒病不是說情緒很有病 其實是情緒調節病了 譬如說我們不開心的時候 我就說大家會有不同的方法去調和 去幫自己提升情緒 是的 而且人本身那個腦部的機制 都有方法 如果腦是健康的話 我們的腦是有方法幫我們提升情緒 有一個情緒的調控的機制 自然是會這樣的 你有這個情緒問題 如果一個人健康的話 自然就會找一些方法 是的 自然想得通 是的 通常加以其他的支援 通常都想得通的 一般人如果最 我用一個很平民的言語說 就是轉牛角尖那些 轉的轉不了 轉不出來的那些 那些我們就擔心會不會是 已經是有抑鬱症 腦是不是那麼健康 反而是腦健康的話 通常都轉得出來的 OK OK 或者起碼通常都會 不是沉淪在這個漩渦之中 是的 不會這樣去不斷沉的 是的 是會上回的 原本如果腦是健康的話 如果一個人 剛才你說到 他會找人出去吃飯 聊天 喝茶 或者就算他唱衰舊男友都好 當分手 伸一輪 起碼他正在找一個方法 是的 他的行為未必會令他搞得定 但是他會找的話 這些都是天生的 是的 都是很隨意的 很本能的 大家都會找一些方法 令自己舒服一點 簡單來說 如果生完一輪會舒服一點 那個人就會去生一輪 或者有些人 可能遇到不開心 可能看出戲 哭一頓就可以了 看出失戀氣 或者聽首失戀歌 哭一頓 或者唱K 大家都知道 上一個年代 我活得比你好 那些 很多人失戀 就是唱這首歌唱完沒事 慘情歌的人最喜歡他唱的 其實就是 人本身天生有一個 調節的機制 但是一個病了的腦 就是沒有了這個機制 就會變成 你們想叫他出去玩 找他出去輕鬆一下 跟他慢慢講一下其他的道理 怎樣去正面看這件事 都不合理的 都行不通的 其實就是那個腦 那個情緒 那個過程 那個processing 出了問題 當然了 求醫 我現在經過和莊醫生做了幾集 我就已經知道 真的不要抬慢 還有你不要在想 看不看醫生好呢 其實你看完醫生 你是沒事的時候 起碼你安心知道 那我處理其他事情 但是如果你看完醫生 知道是病的時候 病就去潛中醫 那你就真的要 可能有相關治療 是啊 都要 還有因為我們很擔心 一件事 有時有些絕望的想法 都會令人 可能做了一些衝動的傻事 都不一定 所以如果身邊的朋友 你留意到他真的很不開心 真的勸了都不行 還會想著傷害自己 這些時候真的要盡快 大看醫生 剛才我們說了一般的抑鬱症 大家有些什麼特別之處 有沒有一些非一般的 特別的東西 其實都有 其實非一般 這個形容詞 我綜合這麼多年的經驗 形容就是非一般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大家很容易想到 抑鬱那些肯定是整天哭 躲起來 茶飯不思 失眠 那些 那些非一般那些是怎樣呢 非典型的 就是可能會 吃很多東西 又或者睡很多覺 反過來的 可以是很不同的 又或者有一些人 他就不會說自己是抑鬱的 但是其實他天天借酒消愁 他只是說喜歡喝酒 死都不認自己是抑鬱的 真的有這些人 我身邊可能也有這些人 是啊 真的要關心一下他們 有一些甚至是濫藥 透過濫藥來舒緩自己的不開心 剛才你說的飲酒 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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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衍生出來的行為 都對生活來說是很不正常 或者很大的影響 甚至是影響身邊的人 是的 的確是 所以為什麼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譬如看到有一個人 經常喝酒 叫他不要喝那麼多 其實叫他不要喝那麼多 通常是不行的 其實是 不會說真的因為你勸他 不要喝那麼多 可能他會說 好喝少一點 但是其實那個 那個酒癮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來自那個 情緒的毛病 我又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們都喝酒都聽過了 他有病 不開心 瘀酒 煙呢 有些人經常吃煙 都會的 一樣 是的 因為有很多人 為什麼 我想其實大家在香港 土生賭獎 大家在香港大 大家都知道 從小到大 就說吸煙危害健康 但是我們接受煙的 那樣東西多於酒 就是它是煙紋來的 最多就是間開了 我不吃煙 我的事 他吃他的煙 但是未必會想到 他有情緒病 是的 所以我希望提一提大家 一些很沉迷煙 沒有煙都已經會發你脾氣 我們都要留意他會不會 為什麼他這麼需要煙 其實如果一個人 開心 輕鬆 人生充滿活力 充滿意義的話 其實他不會這麼著重煙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就會想 我們要進一步 就是說 其實有任何的成癮行為 都是這樣的 可能是購物狂的購物成癮也好 或者是吃煙的成癮 濫藥的成癮 淤酒的成癮 打麻將的成癮 賭博的成癮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找那個 我們要自本 其實那個本在哪裡 就是人生的情緒 對自己的人的負面看法 對未來的負面看法 可能令到他很困擾 變成他要借助這些事物 來幫助自己舒緩 有時候我令我都想起 在做事 我自己不是一個煙民 但是做事的時候 身邊我這行都很多人吸煙 有一些人 我一看到他 他點著了一支煙 他的樣子是灰色的沉了下來 好像有很多事情想 還是 我是覺得他很煩惱 拿著一支煙 是呀 所以其實就是這個 煩惱的壓力的表現來的 對他來說 所以這個呢 你又可以值得關心一下他 咦 見你煲這麼多煙 你沒事 怎樣 是不是很煩 仇什麼 可不可以告訴兄弟 大家分休一下 有時候都會去一些 有些人 俗稱 什麼去 總會有一些後巷 是呀 有些食煙的位置 為勞 為勞 那些人就互相去 有一幫人的專門 定時定後 可能是一些辦公室 你們上班的人 就會下樓某一個位置 或者後巷某一個位置 不停食煙 我不是一個食煙的人 但有時候我都在那些位置 我忍 雖然我覺得二手煙很臭 我會忍一點去跟他們聊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們在那個時間 稍為肯舒緩一下聊一下 說一些心事出來 是啊 所以其實我們就這樣叫他們不要吃煙 是不行的 其實一定要明白 其實有沒有其他方法去聊天 有沒有其他的場合可以幫到他放鬆得到 而又可以聊到一些心底的話 是 我又相信如果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 一些alternative的話 我相信大家會用一些健康的方法 來舒緩自己的壓力 是啊 你試一下做運動 那就保證你健康 是啊 不過要有人賠的 但是又真的是 但是人是很差的 這些壓力 專門找一些比較傷身的東西 就是吃煙喝酒這些 你不會說我吃一隻煮雞蛋 就是這樣 其實為什麼那些煙那些 因為他們都是干擾腦部的一些物質 所以 有些麻醉效果 甚至有些毒品都有些麻醉效果 但是這些是不健康的方式 還有其實抑鬱症 正如我所說 有些人死都不認自己是抑鬱的 就會可能濫藥 沉迷煙 酒 賭博等等 另外也要注意就是 如果那個年紀的方面 就是有些小朋友 兒童或者青少年 他們表達抑鬱的方式 亦都跟我們大人很不同 老人家也是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非典型的抑鬱的徵作 有沒有些例子 譬如小朋友 我相信他不會去瘀酒吸煙 是的 那表現什麼呢 可能會是發惡夢 睡不好 又或者會有小便的失禁 尿床的情況 這些是小朋友 又或者他們的情緒 突然間是很難控制的 他們是會很容易 譬如說懵疹 大炒大鬧 會扔東西 又或者可能吃東西出了問題 小朋友就會這樣表現 而去到青少年階段 中學生 我就見比較常見 就是開始他學了 不上學了 又或者有些自殘 譬如說戒手 撕自己 那些 因為我都遇過很多的 那些自殘的年輕人的個案 原來他們背後 真的每一個都有他的抑鬱的想法 在背後 令我想起 真的讀中學的時候 和六年級打後 都見過有些人 他自殘 我們的同學 當然會知道 他用戒刀戒自己的手 他的手都花了 有些人他就不遮掩 有些人他就刻意地遮掩 他都好像不想讓我們的同學知道 小時候我不懂得關心他 但是原來 如果夾手知道真的要關心他 是啊 還有要看醫生 因為很簡單 其實我們人的本能 是應該避開一些痛的 就是我們自己戒自己 其實戒不下的 真的戒不下 是啊 所以其實他們戒得下 是那份的絕望 和抑鬱的壽衰 是深得很厲害 還有他們那個抑鬱 是直接影響到 他們的痛楚的感覺 都已經感覺不到 其實如果你真的有機會 真心可以很close地和他們聊天 和這些年輕人聊天 他們都告訴你 不痛的 我戒下去不痛的 見到血都不痛的 是啊 是啊我聽過 我記憶回 我記憶回讀書的時候 那個同學在通學說 不痛的 沒有東西的 是啊真的沒有東西的 得不得人害怕 得人害怕 所以是很病 這種我們明顯知道是痛的 但我又見過有一個人 都是讀書的時候 他很喜歡拿一些角 譬如當作這張紙 摺成一個角 掛自己 或者拿一些衣服 硬硬的那些東西 不斷掛 因為跟他說的東西很騷擾 他不斷動手 做什麼呢 他說我很喜歡拿一些東西 這樣掛自己 是 這些都是那些方向的東西 都要關心的 都要關心的 有機會一些重複的動作 重複的行為 會不會是有一些焦慮的 強迫症的元素在背後呢 所以都是要關心 而不是說他們 做什麼事 你是不是自殘薄同情 又或者是否想吸引人注意 我想現在這個年代 我都希望 隨著大家了解多了的時候 都希望將這個誤解拿走 其實都真的是 是情緒病的一種的表現來的 這個就是青年人 另外還有老年人 老年人是怎樣呢 因為老年人也很有趣的 他們死都不說自己抑鬱的 很多時候真是怎樣都不認 因為老年人 特別是如果你年紀輕過去 他們自己心想 我吃鹽多過你吃米 你怎會知道 我一點我不知道的東西 是的 我怎會想不怎樣 我怎會搞不怎樣 他們未必說自己是不開心 未必認自己是抑鬱的 不過你會見到有些蛛絲馬跡 譬如說他開始睡不到 開始擔心這樣擔心那樣 為什麼他會擔心呢 因為他抑鬱的時候 想事情是負面的 譬如說 哎呀死了 將來的子女 他們找不到吃怎麼辦 連孫子都要擔心 孫子現在幼稚園坐不定 將來他怎樣打工 一定會被老闆罵 想很多負面的事情 這些都不是必然的 老人家不是必經的 當然你剛才說的 都好像老人家關心下一代的行為 或者上一代很多愛 但是不是必然的 有些老人家他們會想通 就沒有那麼嚴重 是的 還有那些嚴重的程度 譬如說明明那個兒子 都是什麼上市公司主席 都可能你都是擔心兒子 會找不到吃 那些不合理的招累 不合理的負面 還有有時候老人家他們的抑鬱 就會說又是周身痛 又說自己膝頭痛 又說胃痛 又說沒有胃口 又說睡不到 又嫌熱又嫌冷 很多的日常生活很煙煙悶的那些 都是有機會是一些負面想法影響的 甚至有一些是他們的抑鬱 是會變成一些妄想的狀況 譬如說 整天盈著自己有絕症 盈著自己有病 又或者甚至是覺得人家是偷了他的東西 他一無所有 那種一無所有是一些很負面 不是很解脫那種 不是很放開那種 不是很著緊 但是我很慘 什麼都沒有了 是的 那種什麼都沒有了的妄想 又是老人抑鬱的一個特別的徵狀 所以無論是什麼年紀的抑鬱 我們都要留意自殺的念頭 這是最危險的要留意 其實剛才莊醫生跟我們說抑鬱 要說真的有很長時間 今天我們就略略地說一下 除了抑鬱之外還有什麼症狀呢 其實抑鬱有一個名字很像的 大家有時候都會聽過叫醋鬱 醋鬱就是醋狂抑鬱症 就是說有醋狂的元素也有抑鬱的元素 這是一個很容易被人誤解的病 因為他們醋的時候好像很沒問題 好像很惡好像很有道理 說話又快 想話又快 牙尖咀咪 大家不會覺得這樣就是病嗎 但是其實我們有時候遇到一些個案 就是因為他醋的階段 就做了很多一些危險行為 或者傷害人 傷害自己的行為的時候 家人就會覺得很不妥 他的性格本身不會這樣 不會那麼失控 所以才開始留意 會不會是有情緒病 就來我們精神科去做一個評估 其實醋鬱症就是 醋狂抑鬱 剛才說了主要有兩大方面的症狀 很多時候抑鬱那方面的症狀 就容易被人留意到 因為大家都擔心 他不開心 譬如說他那陣子借酒消愁 或者他講一些負面的想法 但是醋那一刻 由於他醋那一刻是反過來的 他會反過來是很有信心 或者說話很快 很有精力 大家就這樣看下去 不覺得他有問題的 就是醋鬱症未必是那種叫做有暴力 未必是這樣的方向 未必是的 純粹是好像很多 energy 是的 可能他沒有暴力的傾向 不過他舉個例子 有些人過度活躍症 好像有些衝動 又比較衝動一些 還有做事想事很快 是的 就變了走先過想的 做事好像太衝動 沒有想清楚後果 是不是並不代表 他有這個醋鬱症的人 有機 即是他們IQ高的機會都多些 並不代表他快 不代表他快 他快的 不等於聰明的 是的 那醋鬱症聽起來好像 對於身邊的人來說 是不是要面對有家人或者朋友 有醋鬱症 是不是會難搞一些呢 即是他捉不到他 是的 是很飄忽的 他們的情緒 因為其實 所以為什麼呢 也是真的要找醫生去求助 還有那些家人 我們都會建議 尤其是屈醋症 其實抑鬱症和屈醋症都是 其實 屈醋症就是醋鬱症 是一樣的 大家都是這樣說 醋鬱症 醋鬱症 應該這樣說 醋鬱症就是 醋狂抑鬱症 是的 但是屈醋又有少少不同 因為有一種抑鬱症 其實抑鬱症 抑鬱得來 是有那個 猛症 是醋底的那種元素 那個agitated depression 是有少少不同 有少少不同 是的 但是為什麼 我們這幾個名字 有時候都會 會通用 會通用 是的 因為是很 因為其實 那個病人 那個腦部的狀況 簡單來說 是那個情緒調節出問題 所以有些病人 他這一期 他是抑鬱 這一期 他是醋鬱 這一期 他是抑鬱的 所以其實是 有機會是他游走 是這幾個症狀 是的 不會說我是A 我不會 你是抑鬱 整世抑鬱 不是的 不是的 有可能抑鬱了五年之後 就變成醋鬱 是的 所以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名字 就不需要太斟酌 是的 反而就是 要認清楚 淋淋種種的 情緒失調的 腦部狀況 會引致 有些什麼 我們觀察到的症狀 從而幫助我們 和身邊的人 如果真是有這個醋鬱症 剛才醫生都說 是他很快 很活躍 是的 有沒有些真是醋 我想那種醋 就是狂醋 打人 有 有 容易打人 容易犯官非 容易說粗口 那是猛診 那就是什麼事都罵人罵一餐 今時今日 如果你說粗口 罵人罵一餐 可能現在科技發達 很容易 一些東西都上網 還是真是多了 我不知道 我小時候相對地 見到這些東西少 沒有網絡 現在真的 整天見到那些人動 那個粗口罵到 然後 除了當花生吃 在茶餘飯 看新聞之外 有時候都會覺得這個人有病 是啊 不奇的 看得到的 我不是醫生 我都覺得他真的好像有點病 是啊 所以其實我會想說 其實精神健康 為什麼就是和所有市民都需要關注 識識相關 因為我們身邊總會遇到這些人 譬如說 可能你日常生活都聽到一些人 講到自己好心無可戀 只是想一些負面的想法 另外又有些人 為什麼這麼奇怪 為什麼他懵得成這樣 譬如說 可能 譬如說 有些不關他事的事情 他都會懵得很厲害 不關他事 是的 那這些真是很奇怪 是啊 不關事的事情 你為什麼這麼懵得 是啊 所以 譬如說 我見過一些個案 就是 可能他 當他躁的時候 就很看不上眼 他的孫子的表現 那我就問一問他 你的孫子這麼矮 那你的子女怎麼看 其實他的子女才是父母 是啊 親生父母怎麼看 是啊 親生父母怎麼看 然後他們 他又解釋不到 為什麼他會更懵得過親生父母 所以 有些人可能如果他不承認 我當 舉這個例子 是那個 長者是有病先 當先 這樣的話 他會覺得 我關心他 我就是 我比他厲害 我關心他看的東西 比親生父母更細心 有些人有機會這樣想 是啊 所以 其實 遇到這個狀況 最重要是 問醫生 如果他們的醋 真是很不合常理 以及很不符合 他以往的性格的話 這個就是要響起警號 還有很多的醋屈症 都是先有不少是 先是屈了 先是有抑鬱的 所以有時候 我們 在醫治一些抑鬱的病人 有時候都會發覺 無緣無故 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就會變成這麼醋的 我們那個治療 那個藥的運用 都會不同了 這部分就用醫學科學的角度 去幫助他們 我覺得 可大可少 特別今天講到這些題目 不單止是當事人他辛苦 再加上他身邊的家人 都會影響生活 特別是 越親的人越影響 因為你和他接觸多 是啊 那些醋就過了他的家人 會不會 我是不是用傳染來形容 還是拖累 會不會這樣 如果混在同一個家 我只可以說 其實情緒是會感染到身邊的人 會感染 如果一個好的情緒 會感染到身邊的人 但是不好的情緒 負面的情緒 暴躁的情緒 都會影響到身邊的人 所以如果有情緒的毛病 都真的盡快醫 不單止對個人 會感染到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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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家人 如果發現身邊的人 會感染到身邊的人 不是只為了他 而是為了你自己 對 而且你自己要面對他 如果他的病 繼續有的話 我要受傷 是啊 因為我們都擔心 當他躁的時候 會有些衝動行為 不單止剛才所說 會傷害自己 傷害人 如果萬一他很衝動的 買很多東西 是的 就是突然間買到 滾爆卡 又或者是 情緒很高漲 每天給滾卡去旅行 這些我們叫 over spending 其實都是很危險的 有時候 他們躁得來 就突然間很有自信 又有很多路 有很多計劃 又走去投資 投資那樣 突然會搞生意 這些真的有很影響 所以要盡快要停止 要處理好病情才行 剛才醫生說了很多 關於燥鬱 抑鬱 屈醋 有這個病 是連帶地會有很多 效果 剛才你說的 就是自殺自殘 是啊 有一些問題會衍生出來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怕他有自殺自殘行為 真的最擔心 這些自殺自殘行為 有些人看電影又有 有些人說容易 他敢死 他真的會死 他真的跟你說嗎 你看他自殺都未死 今時今日 我很害怕聽到這些說話 是啊 我也很害怕 你也很害怕 你怎麼可以把性命 去到這樣賭博 可能他的病情 那一刻 不是去到最臨界呢 或者種種原因 他沒有過身呢 是啊 其實我想這個概念 都要更正過來的 我想以前那個年代 大家都可能很洩氣的時候 就會說想死 但是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那個社會 那個個人的意識已經提高了 我們都知道 說這些說話 真是大部分都是 真是有這樣的想法 不會說真是這麼輕然 不是真的嚇你 不是真的嚇你 如果大家真是沒有一個自殺 連頭你真是說不出 我想死就自殺 其實很難說的 其實這些說話 是啊 如果是的話 我罵你 我用什麼去跟你說 我自殺 如果我想給你一些壓力 或者我想對你做一些發洩的話 如果去到自殺 或者甚至乎有些人做了某一些行為 真的不太輕視 真的不可以輕視 真的不可以輕視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我們都有統計 因為我們都對於一些成功的自殺 或者是自殺行為 都做了一些統計 我們發覺 真的 最後是真的 自殺的人 其實大部分 他們生前 都真的曾經和身邊的人 講過 是有自殺的想法 還有 亦都有很多 是有一些 自殺的行為 那些徵象已經出來了 譬如說 可能已經準備 就是有一些準備功夫做的 而身邊的人都見到 譬如說 是可能 如果他想去服藥自殺的 可能儲好一些藥 或者寫好遺書 其實很多的 有些先兆 應該這樣說 所以我們 見到這些的先兆 我們現在會看成 是一個 crying for help 其實當事人 是想 最後 求救 求救 其實 是的 那誰去救呢 他 展示到這些 徵象給大家看的時候 大家就要幫忙救人 其實 我們醫生就是做這件事 很多時候我們 真的做很多的 預防自殺的工作 希望 第一就是透過教育 希望大家的意識 真的要提高 不要輕視這些 求救訊號 另外就是 我們現在 因為那個醫療的進步 很多時候 我們自殺的人 很多時候他們的絕望 為什麼可以絕望成這樣呢 很多時候都是 跟情緒的病是有關的 這一部分是有得醫的 所以 那個自殺 我們現在 以現在的 醫學的角度來看 是可以 預防得到的 預防悲劇發生的 很重要的 就是 你去看完醫生 如果你真是 剛好 給你救到一條生命 所以 不要拖擾 你身邊有人有這些事 剛才 醫生說到 他們可能會計劃定 有沒有一些 沒有過程的 我一下好像跳濟那樣 自殺 這些更害怕 偶爾都會有這些 不幸的個案 所以 我們為什麼 要盡量做到 風險的評估 如果 有一些 你都說 有些人 很決心沉死 又或者 真的很突然跳濟 有時候 我們真的 被無可避 有時候 我們就算做 都很難去到 100%的預防 預防得到 但是 就算沒有100% 我們預防到90% 都已經很好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真的要盡做 還有 真的要全民 要去留意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就要由一個 最基本的做起 就是大家都要 多些關心身邊的人 留意自己 和身邊的人的精神健康 如果真的有情緒病 就要快些去治療 跟著 其實治療的過程裏 都會 情緒還有起起伏伏的 我們都要做回 我們醫生 尤其是這方面 就一定要 我們的專業評估 其中一部分 就是自殺 和自殘的風險評估 我們醫生做了一個評估之後 我們會告訴 病人和家人 如果真的高風險的話 可能真的要入院治療 如果低風險的話 只要我們陪著他 看著他 還有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要立刻提早見醫生 還有 真的要繼續去接受治療 我們有不同的風險評估 我們有不同的程度 會給予一些不同的建議 給予病人和家人 有沒有機會呢 有時候有些情況 是 剛才醫生說到 可能你斷了他的症之後 你就和當時的病人說 或者家人說 有沒有一些情況 是 和當時人說 不是最適合 反而是和他家人說 是要這樣處理的呢 我們通常 見病人和家人 有時候會一起見 有時候會分開見的 而我的經驗就是 很多時候病人 當他這麼絕望的時候 真是有沉死的念頭 其實他們 他們反而不會太收縮埋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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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留意他情緒的改善的速度 負面想法的改善的速度 我們就可以評估到 他不同時段 傷害自己的沉死的風險有多高 這些相關的症狀 無論是抑鬱、醋鬱 看完醫生 如果去到自殺這麼嚴重的症狀 都是有機會醫到他康復 然後不再復發的 是啊 我想說 醫到他不會再想死 治療就是為了這件事 就是要康復 就是當他那個情緒的調節能力 回來的時候 很多事情就會想得通 其實他們的絕望感 都會慢慢消退 所以最重要就是 大家不要輕視那些警號 比如說就算他是 可能是戒手 可能這次只是站在天台上 或者這次只是戒手 又沒有戒斷條根 又不是真的插自己的心 我覺得不要等到那一刻才來幫忙 還有千萬不要講這些說話 如果你給當事人聽到 可能你就推他一把 是啊 我想 所有做得到這些自殘行為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很辛苦的狀況去做 我有一個故事 就是 我經常會做義工 接觸到一個 防止自殺協會裏面的那些義工 他是我的粉絲來的 他告訴我他的經歷就是 因為他經歷過 所有剛才所說的事情 他現在就康復了 他就覺得 需要鼓勵一些 有機會曾經走過去的路的人 我覺得很好 這件事就是 當事人如果他可以康復到的 一路把一個好的訊息延續下去 停止這些事情 又或者鼓勵他去看醫生 至於不是病人 我們作為市民或者家人朋友 多些關心身邊的人 不要等到回不了頭那一刻才後悔 非常正確 希望大家留意多些身邊的人 令到大家都身心健康 這一集我們自在人生大學堂有夠時間了 所以在這裏要多謝莊醫生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助你自在自學 活出風誠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